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如忍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借鉴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等他回答 愿你人还有他 担心轻差骗我 动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一身热爱沉冬山 你身热爱沉冬山 你身热爱沉冬山 慢点慢点慢点 妈 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 广场舞也先别跳了 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 出门一定要带我口罩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走了 走了 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我乖乖等你回来 放心吧 走吧 走吧 喂 来 去 你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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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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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杜啊 喂 师兄 刚才蓝姐给我来了个电话 你是不是有事瞒她 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我才能想办法 帮你一起瞒她 华人医院出现被鼠疫的事情 你知道了吧 我想去医院帮忙 但是我不能告诉蓝姐 她会担心的 行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阿姨啊 我跟文案联系过来 她确实去外地出差了 第一例确诊的患者 男性六十岁 井海本地人 她上一周在西北旅游 前天突然出现高热 她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 转入我院 四十八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 鼠疫感菌阳性 那么基因测序检测 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 从今天中午十二点几 医院紧急封楼 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 一旦发现 立即进行严密隔离 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 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一切听从市集空中心的指挥 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 再就是做好一线 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 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 再就是隔离区要保障物资公英 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你们是什么人 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 王大哥 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 我也是医生 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 临时光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 这 我说什么来着 你也不能进 我为什么不能进 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 除非遇到紧急情况 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 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但是 苏文 我告诉你 你可别硬撞 这可是要被追责的 我可没那么省 就算我退学 我也知道传染病房治疤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 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挨棍子挡枪子 闯个警戒线算什么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 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 万一 没有万一 不要乱说话 怎么 怎么 不是 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 不行 楼都封了 谁都没得特权 别胡闹了 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 怎么了爸 呼吸科 出现一例鼠疫阳性 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 怎么会呢 他不是省外的吗 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 他一早上过去会诊 事发突然就风力出不来了 爸 对付鼠疫 需要炼酶素 筋内注射 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铺 如果医院不够 姐会随时向全审调配 好 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 实性部分 沿潜中颅窝的叠矿颅底生长 像 筐内筐周延伸 净润海绵痘 和迪安外侧枪系 初步判断 应该是巨大限样狼性肿瘤 这种情况 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 做一个病理分析 才可以进一步地确诊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手术 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 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 你放心 我会尽快安排手术 情况会有好转 医生 你可得救救他呀 特殊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 可以回下工作 谢谢 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谢谢 谢谢 谢谢医生 医生 还没吃饭吧 没事 不行 没事 不行 谢谢 还是没人接吗 估计你不在 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 你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 用我的电话吧 也不是什么活起活了的事情 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科室有个医生 他今天第一次主导手术 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 一定是个可造之材 顾医生 上午神经外科 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 打电话找你 当时您在评的科室 对 就是他 手术成功了吗 这我不知道 不过听他的语气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那就好了 您这么着急 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 你怎么关心一下女朋友 没有 我先去忙了 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 苏维安 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 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 用不着你提醒 用不着你提醒 您好 您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 不认识 您好 您认识神外的顾医生吗 嗯 您 小姑娘 快走吧 你都在这儿等一天了 我就在外面等着 不耽误您工作 这个顾医生 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喂啊 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办点事 你怎么来医院了 我想进隔离区帮忙 但是不让进 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 听说 她被封锁在里边了 你有她的消息 她应该没事 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 没有收到 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 太好了 你很担心她 没有 我担心我的尾款 她还欠我尾款呢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 别有地水塔了 不用了 没什么胃口 吃饱了才有力气 追你的尾款吧 你放心吧 医院要是有事的话 会有人第一时间 跟我说的 好了 别担心了 走吧 不好意思 二位 我们打烊了 好 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 你现在不是还有 这么多汉堡吗 不卖了吗 还是 今天只做外卖神医啊 华人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 医生和护士啊 混着还有家属 这都没吃饭呢 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 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 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 可以啊 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 院内的感染 我们跟医院啊 都已经联系好了 我们把汉堡发到门口 然后里面的人 再把汉堡拿进去 分发到各个楼层 各个科室 不好意思啊 我 可不可以在包装上 写几个字啊 宋言又在闹吗 宋言又在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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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多了他再不出现 就还不完吗 现在讲过脸反正不好惹啊 要不我帮你一起写吧 这样能快点 不用了 他只认得我的字 那一会儿还是我开车送你吧 这样能多装一点 速得能快一点 谢谢师兄 开大班送买卖 你们一样长的人 可真幸福啊 诶 快 那边 那个外面装起来 汉堡是你们送来的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你好 你认识顾云征顾医生吗 顾云征 他是哪个客室的 在几楼 要我帮你找他吗 不用了 辛苦您了 谢谢 喂啊 好 我送你回去吧 你忘了 我在出差呢 我真把这事忘了 那 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 不用了 我去江江家住一晚 你先回去吧 师兄 行 那你到江江家 给我发邀请 注意安全啊 你这儿 我给你还要 你还要 我给你 别碰我 别碰我 吐 吐吐 您看 咱要不要跟他打得真明晴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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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你去哪儿底部和上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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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出去吧 姑姑 你忍一下啊 我把你处理 我根本感觉不到头 姑姑 护工 要护士拿你做得不好的 您直接跟我说 如果要加人 我帮你安排 我想继续服用 什么样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今天 我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 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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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נה hadaks-39 这个项目 脱了三年 药效我最清楚 动脉瘤跟这个药 没有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 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了 您得 退出药物实验 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 小杜 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 我想继续试药 可这是违规的 我不能这么做 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 按照流程的话 要上报文明委员会 如果您不退出 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 到时候可能 要让您强制停药 小杜 我求求你 我想继续试药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姑姑 药 我想办法给您弄来 但是 这个名字 是明天的 对吗 是我欠的 我欠的 姑姑 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 不能跟任何人说 我不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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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给你们的 谢谢 这是给你的 好 谢谢 平时一定要注意 伤口的消毒 医生 这个给你 我不用了 谢谢 奇得怪了 今天门口有个女的 一直在找顾医生 每个进出的人 都要问一问 说说哪一个客室来着 反正我们客室没有辛苦的 你妈妈 谁是顾医生啊 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 顾医生 有人喊您回电话 这是维安的刺激 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 探探那儿 那个拉拉警察线的大门口 来 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 谢谢啊 喂 哪位 平安 是我 顾云峥 你在哪儿呢 你帮我上开 维安 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 手机落在客室了 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 维安 你 你在哭吗 才没有呢 才没有呢 对不起 维安 我让你担心了 但是 我知道你担心我 心里还是很暗的 我才没有担心你呢 我在担心我的微快 没有发觉 那我担心了 你担心了 你担心了 你不担心了 我不要担心了 我是不是担心了 你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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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猛大 我们这边 所有课室都缺人手 哪里缺人手 第一时间叫说让去帮忙 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 对自己重重电影 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呢 你在里面 把口罩戴好 好好吃饭 好 好好休息 前方一定会好转 好 你也是 一定要注意好反护 怎么了 喂 温真 放松 放松 呼吸 呼吸 放松 不行 气道梗组太严重了 给患者上膝弹 快 快 立刻带谷医生去做PCR核酸检测 核细菌培养 大哥 我就愿意让我进去吧 小姑娘 您会说外语吗 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 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 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 院长 院长 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PCR核酸检测 紧络密鼓地完成了 第一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 确诊病例和密接人员名单 应该也是刚送到我手上 我向大家公布一下 一共是三立确诊 九名密接 有一位 在地线工作的医务人员 也在名单上 是神经脉科的顾云征医生 是神经脉科的顾云征医生 喂 喂 师兄 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 我会法语和英语 而且我懂医学常识 是神经脉科的顾云征医生 进入格力医的国际部 我让你听我说 顾云正在密接名单 什么 应该已经严密地格力了 就算你进去 也找不到他 费数医的死亡率 高达百分之七十 即使这样 你还要去吗 我要进去 你还要进去 我帮你 师兄 你陪我去吧 很难见的大手术 巧巧脑脚去脑膜瘤切除术 这么激动 是王万中王主任的手术吧 是顾云征顾打医生的 听说他介入显微 开到样样精通呢 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 手术大临死亡率的记录 厉害吧 我还有事 你自己去吧 好吧 那我自己去了 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 你们的眼里 永远都只有顾云正 我不是想吃 你不能像是 穿着 我是想吃的 一定会你 我们的眼睛 侍了 你 把你 因为 这样 我 你 你快去休息一会儿 没事 苏维安 停下你手上的工作 现在立刻去休息一会儿 去吃饭 否则 我马上让你离开医院 停下门 阿林三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 阿林三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 郭云真的病房 他怎么了 看来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运气确实会好很多 有的人终其一生 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 可是有的人一抬头 珍贵的暗夜彩虹 就挂在那儿等你 维安 我来了 维安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 有没有想过 如果哪一天 意外比病痛先到 我先离开你 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郭云哲 我后悔了 我大错特错 求你了 不要有事 各部门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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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已对大楼进行多轮消杀 经专家评估 本楼已达到解锋标准 岐个危险 即便棋减 초 即便棋减 초 即便棋减 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骗你的 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也不是不后悔 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 我爱你 我喜欢你 很喜欢我喜欢 从第一次见到你 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嫌喜欢上你了 直到我们在拉开要重逢 我想见你 但是我不敢见你 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 像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品 我怎么配得上你呢 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我一定会勇敢一点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亲口告诉你 我喜欢你 只要你可以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说话算说了 你跟我 你跟我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吓死我了 已经解放了 你没收到通知吗 不然你怎么能 长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 维安 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记住了 有恶梦的纷柔 免了我带我越来 尽旧的拥抱 行了 别哭了 你戴着眼镜 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 你没事就好 好 郭云正 你还去女朋友吗 有病的那一种 有机会 好在你的梦幻都会我听见 靠近点感受你嘴角 我独到手心不得愿 一遍有机会 以后不许再离开了 你没想到 我已经忘了自己 曾吃不到 我盼着很久后的这一幕 会不会对你我再怎么走 哦 哦 哦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二十号通告 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 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 同时从今天开始 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 等等 转身 一 二 三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化妆了 真好看 新裙子呀 是吧 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 什么呀 我去找姜姜那么久没见 来 顾医生 你有空吗 我想挂你的急诊 病人主宿 主宿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 心慌胸慢 食欲不振 诊断为相似病 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语要到病处 快点啊 去哪儿啊 要来不及了 你今天不是做了三台手术吗 不累吗 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 我有一件 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我都想了很久了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快走 什么事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 这就是你说的 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啊 对啊 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了 你说我在医院 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 叫来电影院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 有你在 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 你又想套路我 别因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 我套路你什么 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外里钻吗 没有 我是真的害怕 别装了 你不敢看 有个电影说 遇到鬼不能讲 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来 来 来 这样啊 我就不害怕了 这都是套路 你就这样乖乖的 我们俩一起干 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我是害怕 还害怕 嗯 顾医生 嗯 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 什么样子的 故意带我看恐怖片 刚才害怕都是装的 我是真的害怕 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 你摸 手心是不是都下出冷汗了 很久前那份甜蜜 距离我遥不可及 很久前那份甜蜜 距离我遥不可及 我现在偶尝想起 说不清什么情绪 或许是我太过了解 被爱过就不想 再被 忘记 忘了也没关系 是你给我勇气 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 我会祝福着你 忘了也没关系 是我拯救自己 一直爱着你 从来没放弃 好 喂 师兄 什么情况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师兄 怎么了 我有请各个医院的 沈外师兄帮我留意 他们收治的动脉流病人 看看他们当中 有没有参与HTQ39实验的 刚刚二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 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 叫做甜蜜 就在刚刚突发动脉流破裂 抢救无效生了 也是HTQ39的备试吗 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已经是第三例动脉流破裂的 试验备试了 果然姑姑的动脉流不是隔离 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 师兄 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流的被试 这个事你知道吗 杨文斌怎么说 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隔离 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不会影响HTQ39如期尝试 我们跟资方签了对手协议 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 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 在这个关键时刻 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您的意思 转达给杨主任 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尝试 这会是他在张河 最成功的晋升履历 漫口别停 快快点 怎么了 小蝎 没什么 听说这个一闹 怕惹麻烦 温教授 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 苏云 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 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 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 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我不缺 为什么呀 黑夜拨动时辰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阵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正义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尘 却依旧追逐着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飞酒温暖 只飞酒温暖孤独灵魂 又默又莫 你当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拨动时辰 黑夜拨动时辰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阵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冰卖命令的长 却依旧追逐着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飞酒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